华为日本媒体最近通过参考新闻网RNW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 软银集团SBG的日本国内通信子公司软银集团SBG于12月19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为上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软银总裁Miyosaki Miyazaki就一系列与公司计划有关的问题发表了讲话 他谈到了更换Huawei基站技术的成本总成本将达到1000亿日元 华为当地媒体充斥着有关日本政府计划在USA正在采取行动取消华为制造的通信设备的消息 但软银总裁认为这是一项代价高昂的风险投资 特别是考虑到Huawei基站技术在该国的广泛使用 然而 他表示 该公司今后将确保他遵守日本政府制定的所有指导方针 他进一步表示 更换Huawei基站技术可能每年花费数百亿日元 但在严重的情况下 成本可能会在一年内上升到1000亿日元软银的副总裁Miyosaki 在报告中也表示 需要替换在该国4G领域使用的Huawei基站回想一下 软银拥有的美国运营商Sprint推进与T-Mobile合并 按据报道 设比合并交易取决于两家公司放弃在本国使用来自Huawei的技术 华为手机对于USA具用Huawei的5G设备Huawei的轮值董事长胡厚坤认为 这对美国5G市场技术进步 成本节约以及市场竞争都不利 美国现在在整个数字基础设施市场上 处于发展普及阶段 由于限制Huawei 令美国市场严重的竞争不足 美国移动运营商 根据第三方经济学家的分析 USA在2017到2020年 这段时间如果允许Huawei参与市场竞争 整个无线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可节约200亿美元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